玉礼国中盛大举行了一场瞩目的毕业典礼 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师长们都倍感珍惜 共同来见证着156位的毕业生 结束国中生涯迈向新的人生阶段 学生们穿着制服陪队 主持人介绍完毕之后 学生奏用创意的方式进场 赢得全校欢呼 原来他们是应届毕业生 这是玉礼国中所办理的毕业典礼 一同庆祝这156位毕业生展翅高飞 玉礼国中盛大举行了一场瞩目的毕业典礼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师生们都倍感珍惜 共同见证着156位的毕业生 结束国中生涯 迈向新的人生阶段 最最要领解的是我们玉礼国中的 这一线的毕业生 这一线的毕业生 我看到有人很认真的联提我在说话 真的我要很感谢你们 你们为了玉礼国中 创造了很多很多的 应该是说回忆 校长在致辞时期 毕业生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不断的投资自己 他提醒着学生们 学习是一生的事业 无论身处何地 都应该持续追求知识 不断成长与进步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 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激发起他们对未来的热情和觉醒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